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可以在做羊肉的时候放一些香料 比如桂皮啦 香叶 白蔻 花椒啦等等 或者是胡萝卜 跟羊肉也是绝配啊 虽然羊三味不是人人都能接受 但是我觉得这才是羊肉的精华所在啊 不然为什么好吃的羊串驴道夹一块肥油呢 说完羊肉我们来点甜品 感觉红色用黑桥曲奇还是受大家欢迎 来自微信的小伙伴墨衣红河问我们 兔兔 曲奇怎么做才能色泽鲜艳口感酥脆呢 厉害了 又来了一位和我一样追求颜值与实力并进的粉丝 说你是不是想要做好看一点自拍 其实要想曲奇做的好看 光有软化是基础 其次还要打发蓬松 色泽的话可以根据红丝粉的用量来控制 想要深红色的饼干就多放一些 喜欢浅色的就少放一些 至于想要口感酥脆嘛 可以把烤好的饼干放在通风处 等它充分冷却后再吃 这样就会又酥又脆啦 想要颜值高又好吃不是那么容易吧 不过多尝试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哦 看好你 对于讲究造型的前花小包 大家问题也不少 来自B站的汪汪小姐问我们 为什么包线后的前花包要静置五分钟 还有那个面子叫什么 这位小姐姐 今年是你的本命年吗 在这里给你拜个早年啦 包线后静置是为了让面团松弛 能够更好地捏出花纹 同时松弛后的面团也更易于醒发 蒸出的包子口感就更好啦 至于那个镊子就叫做不锈钢花钱 或者前花包夹子 在某宝上就可以买到 这个钳子也算是中式糕点造型里的重要人物啦 什么核桃酥啦 花生酥啦 都是用它来塑形的 爱做中式糕点的小伙伴可以入一个哦 造型可爱的鲜虾日本豆腐 受到了很多妈妈们的喜爱 在做个小祖宗吃的过程中也遇到了问题 来自微信的海他妈问我们 想做给宝宝吃 不过除了开背去除虾线 还能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虾线呢 你看就是个很爱干净的孩子吗 不知道是不是处女做 哈哈 开个玩笑 其实去除虾线真的是个好习惯 特别是大个的虾 除了口感不好以外 你也不想把虾食吃到嘴里吧 去除虾线最快最干净的方法呢 其实就是开背 而且开背后的虾 不论是蒸或者炒 都会卷成一个很好看的形状 必胜客的凤尾虾不就是这样的吗 如果不开背也可以用牙签条 但我还是推荐开背啦 又快又好 对了 处理完虾线后可可以再用 清水把虾的洗一遍 这样更干净哦 最后的问题是来自我们 非常适合下火锅的香菇贡丸 来自B站的小伙伴 乌利M问我们 肉里可以不放姜汁吗 不喜欢姜 有味道就会很难吃下去 哎哟 没想到又遇见一个 跟我一样的不吃香心人 不过你貌似比我正装还要严重呀 连姜汁都接受不了 很遗憾地告诉你 香菇肉丸里必须出现生姜 因为要去腥和甜腻啊 用姜汁已经是对不吃姜心人 最大的关爱了 乖 不要拒绝我的好意 勇敢地尝试一下吧 不然我就去食堂 买一筐酱末肉包子寄给你 好了 本期的问题就全部解答完了 如果你在看菜谱时 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 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 抽五个问题进行解答 下面我们就来公布 参加活动中奖的粉丝 上周微信粉丝 CCCYJ给我们交来了他的作业 糯米烧麦 小姐姐做的烧麦和头像一样美丽哦 线非常饱满 看得我都馋了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随机陶瓷参举一份 恭喜 另外微信小伙伴墨雪流年 头像是个动漫小姐姐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优形饼干模具一个 微信小伙伴向阳花 头像是张飞向天空的照片 也获得了我们优形饼干模具一份哦 请以上三位获奖的小伙伴 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发送到后台呀 CM获奖的粉丝吗 CM就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吧 把根据我们菜谱做的好吃的拍成照片发过来 下期节目中我们还会抽取一位 送上随机样式的陶瓷参举一份 老规矩 将本条视频推送转发至朋友圈 并截图发给我们 就可以像以上两位粉丝一样 有机会获得U型饼干模具哦 看 这就是我们从新西兰空运回来的车离子哦 新西兰的车离子计再过一个月就要结束了 想要在过年期间吃点好的看了自己 就赶快和我们联系吧 每一颗都是我们新西兰小伙伴严家挑选的 空运回国哦 喜欢的粉丝快点咨询我们 最冷的一周终于过去了 熬过了本周下周又成为一只好兔了啦 本期吐鸡QQQ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就给我们点赞吧 每周六中午11点我们不见不散哦